Legend Bricks 我們看到中國這座山 其實就是用來做分隔 前面天安門和後面水鄉兩個主要景點 這個綠色這座山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的磚就不太多 盡可能利用磚本身二乘四的圖片 慢慢慢慢逐層逐層的組裝上去 利用最省磚的方式 只是鋪成一個表面的形狀 延連一個山的形狀去包圍整個水鄉 以及分隔天安門兩邊的主要景區 那座山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那座山其實會不會有很多困難在裏面? 其實困難主要是我們可以用的組件 不是那麼多 那要在有限的資源 將山的高度提升至這個水平 再加上長城 還有要包圍整個水鄉 那麼我們在那個 還有只有二乘四一款磚的情況下 我們那個限制就會很大 盡量只可以利用磚與磚之間的結構 然後造成不同的模式去增加那個山的質感 其實有人會問座山是否實心 座山絕對不是實心 因為如果座山實心 用的磚可能是四至五倍 那麼我們只是用一些長的 Technics 的 Brake 去作為一個結構 令到整座山的穩定性增加 你看到就說如果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中間會有一些簡單的結構場 或者支柱去平衡整個山的力點